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山垮了 海滩被买卖了 从古老的以前来的风 被污染了人的心 也被污染了 我是第一个在台湾出生 但是不能讲自己族语的小孩 我的父母亲先把族语都收起来 让我小时候是讲明南语的 在那个年代啊 身为一个原住民 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 我就是在那样的社会氛围里面长大 曾经纪念过的那个痛苦 是真实发生的 因为那个是整个社会在过程里面 自然而然带给我的很深的伤痛 我知道受伤害的感觉是什么 就很自然的感应在我写的歌里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山上这个生活嘛 现在都很安全啊 而且又干净啊 空气又很好 这是我住家 我出生的地方 这边没有什么土地在这里啊 都被雅力拿走 从六十三年开始开挖 因为那个时候戒引嘛 你们不同意也不行 上面的矿石就要经过这个输送段 然后到这个厂房就打碎 就直接到雅力的厂房过去 以前鸟痕的现在不见了 因为都被炸都吓跑了 我同年他们在炸山的时候 在我邻居里面有厨房被炸到 有屋顶被炸落的 我几乎没有办法看书那种暴震 但是在你耳边 整个居住安全受到很大的危机 所以陆续搬迁到平地 我的祖父母还跟我讲 我的传统领域 甚至我的鸟 我山边的那块土地 现在都不见了 现在又要逼迫 让我离开我自己的家 搬家以后 他们来检查完以后 他们是要用怪手 用狙狙把它打平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东西 我们要即将离开之后 其实我们是万般的不舍 心理上的创伤 其实到现在还一直跟着我 在我整个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受到那种环境 会去判断说 我们要怎么去避开下一个危机 对我们部落的一些居民的生活 我们也提供非常多的照顾 比如说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在传统文化 我们也是积极在给予做传承跟保护 挖矿之后 原来裸露的标图层 我们会做一些绿化的工作 没有开采的部分 因为它们标图可能会比较松软 反而下大雨的时候 或是地震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零性的落实产生 反而是我们开采之后 我们有做过一些保护 富裕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严重的灾害发生 居住安全讲的不是指身体 生理安全这件事 它还有心理安全的议题 心理精神层面的健康议题 很少被重视 然后我们常常都看的 只是在生理的议题这件事 可是心理跟精神的议题 才是关键 健康议题的问题 那个差距是非常的大的 原住民族的平均余命 跟全国台湾人的平均余命 比起来大概差了8.9岁左右 随时我会摸到这个山 摸到的时候 这个山都在完整面被破坏 可是早上一起来 原来什么 徒弟是真正的武器 是真正的武器 原住民一直被欺负惯了 我女儿好 她说怎么回事 每次跟着抗议 到底为什么要抗议 她出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根本为什么还去反对什么东西 但我跟她讲一些土地问题 她听不懂 然后讲一些安全问题 她说我习惯 每天震动是习惯的事情 不愿意 你把框架出來當作提管機 有關的技巧 你是不是要框架機 你多恐怖 四十多年下來 每天的大山曲礦的暴震 還有空氣的污染 還有兩側 國家公告的圖四流潛視區 以及地址敏感區塊 都在我們部落上方 你們所拿到的紅利跟福利 是犧牲掉我們 創下豬能生活環境所得到的 你的祖宗已經同意做這些事情 你兩三代之後 來考慮我們同情 全新 取消別算 原住民土地的問題跟爭議 那當然我們都是依據政府的法令 不管是用租用的 或是用合法取得的 申請礦業權 我們也是依據相關的規定給補償 按照政府的法令來進行 除非法令不夠周全 台灣大部分的礦場 都在原住民的土地上 亞洲水泥只是其中一個 非常明顯的標的 所以他們都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傳統的領域都被礦場佔據了 無論是礦業法 或者是其他的法令 限縮原住民的發展 或者是限縮它使用的空間 現在我們其實都已經把這些法令都做調整 甚至發布所謂的解釋令 希望不要再去影響原住民主 原來在這裡使用的一些情況 我們陸陸續續已經有很多的案例 正在跑這些流程 你到底有沒有尊重人家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還是你覺得你們就是蓋個張領個回饋金就好了 失去了土地 失去了傳統的營造家族的方式 你的整個都會瓦解掉 文化是不能夠被處罰 文化是不能夠被規範的 我就是從祖先的歌裡面 我感覺到山 我感覺到海 我感覺到西流 我感覺到風 我希望我也可以把它唱出來給更多人 我們在水庫上面 他們最忌諱就是開墾 原則我們遊走在法令的邊界去做我們現在的農業 很多人會覺得你念很多書 那你應該是在外面工作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覺得山上沒有辦法提供穩定的經濟 我背景是做民族學 做文化人類學的研究 其實要開餐廳是蠻困難的 我學了將近快兩年的時間 雖然快兩年的時間也是會切到手 我們餐廳只是一個小的點 在推廣部落的食材 我剛去學校唸書的時候 走路要走八個小時 部落沿路還有其他學生 後來我發現很多人就沒有回來 如果我都不回來 沒有人相信我們唸過書的人 可以回來裡面工作 我說我一定要改變 改革一定要革命成功 歷史創傷 過去的殖民的壓迫經驗 這個東西破壞了我們跟人跟土地跟靈的關係 停止這個歷史創傷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我們必須要努力的做文化附贈 做文化的重建 也是跟其他族人間或其他家人間的情感的連結 我們跟土地關係很緊密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種我們修復自己健康的一種方式 我未來很大的期待就是說 我們如何把這種結合老人家智慧的生態農業 在我們的部落變成一個民族生態農業村莊 為什麼現在我很歡喜地做農 我用的是很自然的東西 你沒有危害到你的身體 也沒有危害到你的土壤 當然你很歡喜 就泰雅族 其實在教育這一塊 父親跟孩子溝通 他其實話不是很多 可是後來因為做有機農業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要學 所以我跟他開始講 可能一天超過三四個小時的時間都在談事情 關係上比過去說 基本上我們不會講到什麼話 我覺得很特別 我兒子現在一到五在學校上課 禮拜六跟禮拜天的下午就會來餐廳幫忙 我們甜甜圈賣得不錯嘛 那大家都覺得好吃 我們這甜甜圈就是因為我們隔壁部落一個青年 他失業的時候 他去想說失業之後到底做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自己用自己部落的小米 去做了甜甜圈 他部落裡的年輕人一起加入這樣工作 我們可以去思考 部落自己本來就在共好 可是我覺得我們國家應該跟部落要共好 我就是因為知道失去是什麼 我當然希望未來我們的社會 因為我們的世界 這種人跟人之間 族群跟族群之間的傷害要越少越好啊 人跟人之間要越平等越好啊 那個資源分配那要大家都有更好啊 那些人跟人之間要有更好啊 祝你真相許 我最近沒了 我送到這里面 我們休息一下 我就是我的天也能招待 那是我的天也能招待 我男人的朋友 我也是那一名的一名的 我還是不想做